Amber姐她刚刚说 她是我们的成员之一 其实我想说她刚来的时候 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 就是她说 不要把我当你们的老师 也不要把我当成女嘉宾 我就想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 这句话是很感动我的 因为她当时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结束通告了 我们去录音的时候 她一个人在练习房加练 然后等到我们全部结束之后 陪我们一起加练 然后在彩排之前 刚刚其实我们有两个小时的空档时间 就是给其他组 可能要拍摄其他东西用的 然后我们组织空档 她就叫我们去她自己的休息间 然后摆了两个镜子 让我们一起加练 就我觉得Amber老师 真的是以身作则 就是做了一个很专业的榜样 给我们看 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感谢Amber姐 谢谢 没有啊 没有 其他学人呢 我觉得Amber老师特别照顾我们 因为我最近的情绪 可能不是特别好 然后她会跟我讲很多事情 就鼓励我 让我现在就是 就享受舞台就好 包括我们队形很多换得很快 也经常会有一些 稍微一些安全问题 她每一遍都会问我们怎么样 就是非常考虑我们的感受 跟她在一起就是 一点点老实的感觉都没有 真的她又是老实 其实她同时 又是真的是很好朋友 Amber老师在我心里 一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因为她以前坐在导师席的时候 点评也特别严厉 当Amber老师加入到我们之中的时候 我们通过渐渐地练习 渐渐地磨合 我觉得Amber老师 就完全跟我们融到一起了 我那时候已经觉得 她就是我们一个五人团队 加一个嘉宾 其实我们当时已经觉得 我们是就是一个六人组 所以说我们起了一个团队名叫 666星球 对 六个不同的星球 非常感谢Amber老师的加入